北約峰會剛剛結束 很多事發生 很多人都作出評論 先看看圖片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這次北約峰會也挺大陣仗的 澤連斯基也親自去參加 雖然大家如果在社交媒體看到 最多人傳遇的照片 就是各個領導人自己聊天 澤連斯基一個人站在一旁 就沒有人理會他 變了很多評論說 其實很多歐洲或西方領導人對他都視而不見 其實都不太看得起他 當他是黑衣 黑食 黑球支援 那樣 這就是近日其中一個焦點的社交媒體 另外想說一說 北約峰會之後 究竟散佈了什麼言論 這次北約峰會 日本和韓國的領導人都被邀請參加 很明顯就是北約想對亞洲的事務有一個干涉 而且北約的言論似乎是對中國懷有非常大的敵意 也有很多評論都分析 擔心北約將會將黑手伸向亞太區 破壞亞太區的和平穩定 前幾天 北約發表了一份涉華公佈 子女行家透露對中國的抹黑 指責和攻擊 北約的秘書長斯托爾頓貝格揚言 北約民國會聯手對付中國 阻止中國擴大影響力和軍事實力 以捍衛所謂的北約安全和利益 以及所謂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 對於北約這些無理的法效 中國當然不會坐視不顧 中國的常駐聯合國代表將軍大使 在7月13日 即是在前日有回應 他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全力開火 嚴厲駁斥北約針對中國的荒謬言論 他就說 北約共火挑起俄烏衝突 北約秘書長說歐洲今天是亞洲的明日 將軍大使就說 北約才是真正的麻煩製造者 而且我們看到無數的事實證明 北約並非一個所謂什麼防禦性組織 而是一個充滿殺戮和野心的邪惡軍事組織 從成立之初到現在 一直都沒有停下來 不斷地擴張 北約口聲聲說要維護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 但世界秩序最大的破壞者 正正就是北約本身 將軍大使總結了北約有五大罪狀 第一 干涉其他國家的來政 第二 挑起多場戰爭 第三 殺害無辜平民 第四 軍詐外交設施 第五 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這五個罪當中 如果一說出來 中國最敏感當然是難忘這個 所謂軍詐外交設施這條罪 因為北約曾經軍詐中國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 令到三名中國人喪生 應該是三名中國記者喪生 當時中國的角力當然沒有現在那麼強 為什麼美國肆無忌憚 或者北約肆無忌憚 去軍詐南斯拉夫大使館 當時有些言論說 北約懷疑 而中國就是檢獲一些武器 然後把這些武器放在南斯拉夫大使館裡面 而北約就為了不想 中國可以獲得這些武器的情報 一些資料 所以就軍詐我們的大使館 即是說 直接當你沒有到 懷疑而已 未證實的一個 懷疑你拿到一些資料 就已經去炸大使館 妄顧人命 也完全不尊重中國 因為你炸大使館等同炸中國 然後事後就馬上說 我不知道 地圖好像改了 我不知道你那類大使館 即是這樣的言論都可以發得出來 這個當時我也很記憶猶新 就是在那個記者會上面 中國是怎樣去很嚴厲地去反擊 就是說你沒有理由不知道我們大使館在哪裡 沒有理由用這個藉口去炸大使館 草奸人命 好了 即是五中序當中 北約最擅長的是玩什麼呢 玩雙鏢當然 最近北約就渲染中國核威脅論 但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計中國的核彈頭 遠遠不夠你美國 法國和英國多 即是你美國、法國、英國都是北約的成員 而他們加起來的核彈頭的數量 比中國多很多 那怎麼可以指責中國核威脅呢 還有 其他北約的成員 雖然未必有核彈頭 但是他們可以通過所謂核共享計劃 就讓美國在境內部署核彈 譬如德國和比利時 已經是部署了美國的核武器 波蘭即將會有機會部署美國的核武器 即是說其實北約的很多國家 雖然他們未必有核彈頭 但是他們都是容許美國在境內部署核彈頭 變成都是加強了對其他國家的威脅 所以加起來 在這麼多地方的核彈頭數量 或者在這麼多地方、這麼多國家的分佈來說 如果你說中國有核武器的威脅 那麼這些國家的威脅更加大 另外就是 張冠大使特別強調 現在你不約公然去挑釁 去說中國的核威脅論 以及想去亞洲搞事 那麼中國的立場很簡單 十個字都說完了 中國不惹事 但也不怕事 中國的立場絕對是強硬的 就是面對北約的毫無理由的威脅 那麼 其實不只我們的將軍大使發言 我日前也說了 澳洲前總理基廷 也說了現在北約向亞太擴張 等同向亞洲輸出毒藥 是非常危險的 另外還有一些學者或者政客 都是發言的 譬如這位是加拿大的馬尼托尼大學教授 他叫做拉迪卡德塞 那他就說了 北約就是美國稱霸全球的工具 北約正正就是一個美國的工具 現在美國是火同印度 日本、澳洲成立四邊安全對話機制 又和英國、澳洲建立三邊安全夥伴關係 這個本質上就是一個陣營對抗 推動北約、亞太化 破壞亞洲地區的和平 另外有一位德國的議員 就更加嚴厲指責 這位德國議員 就叫做達代倫 他就揭穿了北約的三大謊言 哪三大謊言呢? 第一 北約說自己是防御性組織 這是謊言 北約說自己是一個民主和法制的聯盟 也是謊言 北約說自己堅決捍衛人權 絕對是謊言 那為什麼這位德國的議員 就說北約是有三大謊言呢? 當然是有證據 那這位議員的名字 達代倫就說了 北約發動戰爭和軍炸中國大使館 這些具體事件 證明北約 第一個謊言 就是說 北約絕對不是一個防御性組織那麼簡單 他提到美國和他的民友在過去20年 發動戰爭導致450萬人死亡 在沒有其他國家入侵北約成員國的前提下 北約就通過參加戰爭 令到無數的平民死亡 那這種殺人不眨眼的邪惡組織 絕對就不是防御性組織 另外他提過 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查 曾經對非洲發動殖民地戰爭 但是當時北約就不單沒有叫停 葡萄牙這種行為 還邀請葡萄牙加上北約 這個所謂的 這個行動 絕對不是一個民主和法制聯盟 所以這是一個所謂的第二個謊言 就不公自破了 事實上北約的領導人和美國 在過去20多年 在哪些國家發動戰爭 大家都說 隨口都說到 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阿富汗 在這幾個國家 發動戰爭 直接造成93萬人死亡 間接造成360至370萬人死亡 所以加起來 大概是450至460萬人死亡 這是過去20年 美國為首 或者北約的國家 在侵略這幾個國家的時候 導致一共450萬人死亡 究竟哪些國家過去20年是最邪惡呢? 不斷發動戰爭 大家都一看就知道 另外 他提到美國口口聲聲說 人權高於主權 但是美國本身有一個監獄 叫做關塔拿摩監獄 裡面 不斷有很多囚犯被虐待 另外 記者阿桑奇揭露了美國的戰爭罪行 但是 現在遭到脅迫 隨時可以有機會引導到美國受審 阿桑奇現在還在英國扣留著 另外還有斯洛登 大家知道斯洛登揭發了很多 美國的情報工作 偷聽、竊聽等事實 幸好斯洛登現在去了俄羅斯 作為德國人 這位議員阿達代倫 很痛恨不弱 他也對德國的政府非常失望 認為德國不應該配合美國 稱霸全球的戰略 而增加軍費 這樣會令德國陷入貧窮 所以他呼籲德國退出不弱 以及將德國境內的美軍趕走 因為德國不是不弱 德國需要和平 這就是德國議員近日對北約的指責 這就是北約的Logo 大家知道北約的成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美國為了壓制蘇聯 維護它在歐洲的主導地位 所以當時聯合了西歐一些國家 在1949年成立北約 北約成立之後 其實主要是針對冷戰時期的蘇聯 所以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 在1955年成立華沙公約組織 但是隨著蘇聯解體 華沙公約組織解散 這個是冷戰時期的產物 沒有了華沙公約 理論上北約也應該是解散 才對的 但是沒有了 北約一直沒有解散 但是在美國一手打造之下 成為所謂維護全球霸權 大搞陣營對抗的一個戰略工具 現在更加進一步 將北約的黑手伸向亞太 就是為了維護美國的霸權 所以這個 北約不斷東抗 不僅是去到烏克蘭 觸發到俄烏戰士 現在更加聯同日本、韓國、澳洲等等的亞洲國家 企圖將北約的黑手伸向亞太區 這個也是一個相當令人擔心的警方 美國和北約的勢力越來越向亞洲東抗 另外應該這樣說 幸好我們中國的軍事力量是不斷地擴大 正正就是要擴大軍事力量 才有機會抗衡這些黑手入侵亞洲 另一方面 朝鮮雖然是一個挺窮的國家 很多方面都發展得不好 但是它的核武很注重 所以成為一個反抗西方的勢力 最近朝鮮的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 金宇正就是金正恩的妹妹 不是太多看到她說話 竟然在昨天7月14日 也有發言金宇正 金宇正說 徹底壓制和粉碎美國最敵對 最威脅性的反朝鮮核對抗政策 是屬於守護朝鮮半島和亞太地區 免受核戰爭毫劫的正當防衛權 另外就是 另外報道說金宇正也說 由於美國的侵略性挑釁行為 朝鮮半島局勢現在貧臨核戰的臨界點 美國以延伸壓制力為名 動員核潛艇、核戰略軍炸機等等 各種核戰略資產 不時針對朝鮮進行侵略性聯合軍演 另外金宇正也指出 對一些盲目跟隨美國發佈反朝鮮共同聲明的烏合之中 敲起警鐘 他說美國要搞清楚 越是令朝鮮不高興 美國也會越來越不自在 只有美國取消對朝鮮的敵視政策 才會將這個惡性循環的形勢解決 另外就是在3天前 7月12日 朝鮮也進行了火星炮18型 新型洲際導彈的試射 金宇正又說 這個核武器 要來打擊這些西方國家的 核威脅的重要行動 朝鮮12日發射了火星炮18型 這是洲際導彈之後 聯合國安理會15號 15個成員國 應該是剛剛在13號 發表了言論 就說 朝鮮試射洲際彈道導彈 是不正確的 但是當然朝鮮認為是甚麼呢 朝鮮的代表就在聯合國上面 發現 我們發射這些導彈 是壓制敵對勢力的危險軍事行動 維護朝鮮本身的國家安全 所以 金宇正也是對聯合國安理會 說這個朝鮮是不應該試射導彈 這件事 金宇正是表達不滿 就是說 聯合國這樣說話就不對了 朝鮮現在發射導彈 其實就是想抵抗西方的勢力 所以這個行動也是合情合理的 這就是近期北約向亞太伸展 另外就是亞洲的反應 包括中國、朝鮮的反應 跟大家分享了 其實這個形勢 都是越來越緊張 都是令人有點擔心的 但好 社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去訂閱社樓台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視頻課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 也可以看得流暢一點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 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也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 發電郵給我們 社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時分析 社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力報 去巴士力報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社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力報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每個晚上 抽到社樓台 總之十一 考慮 多謝 大